台東這位國中生自述 當天上完補習班回家 經過新生國中旁的巷弄時 一輛小黃突然停在他身旁 問蔣先生問他要不要坐車 被拒絕後 他竟然出手強拉學生上車 學生受盡 拔腿就跑 趁回家找爸爸求救 爸爸得知後 衝出家門 看見計程車加速離去 更引起父親懷疑 如果有誤會 他是不是應該說 不好意思我載錯人了 我沒有派到那台計程車 還有交給馬來派出手 他們去處理 警方或爆掉 到來計程車的行車記錄器 發現原來是誤會一場 問蔣誤以為是學生叫車 才喊他上車 學生則被陌生人嚇到 跑回家時傳達錯誤 讓父親誤以為是擄人事件 到達後誤認該名學生 為叫車之客人 因而呼叫該學生上車 現場經查無肢體接觸 義無強迫上車情勢 防人之心不可無 所幸學生只是受到驚嚇 傳達錯誤徐盡一場 警方也將加強附近巡邏 說確保學生安全 記者潘政賢張智人台中報導 講述 信仲